现在要使用这个以下的资料 然后呢 做出统计图表 把统计图表放在 PowerPoint里面 然后让别人看到这样子的统计图表内容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子的一个资料表 总价还没算完 怎么算呢 算法是这样子的 常用底下 我们先把整个资料范图变成表格确定 接下来呢 随便将游标落在总价的任何一格 总价怎么算 是不是等于单价乘数量 所以等于数量乘以单价 按下一个 你看是不是就直接算完了 这是新式新版 我们一定要学会的一个基本概念 你不要再去学什么复制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因为要做分析嘛 我们分析的时候 我们来分析一下 老板最想要知道的资讯 还是说你去分析老板最不想知道的资讯 好 我想一定是你要分析什么 就是依照你要给谁看 好 例如说老板可能最关心的是什么 我们公司各项产品呢 卖的怎么样 好 就是赚多少钱啊 业绩多少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呢 插入底下的枢纽分析表 然后点选确定 每一项产品嘛 销售的总价 不要用这种方式呈现 如果说你今天真的一定要用这种方式呈现的话 那我会建议各位哦 稍微改一下 改什么呢 这里列标题应该改成什么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不是加种的一个总值 所以这应该就是什么 也级 好 然后选到这些格子 选到这些格子 然后呢 来去放到我们的PowerPoint 可是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我觉得不怎么好看 例如说 至少我们应该要稍微加个三位一撇 去掉小数位数嘛 对不对 还有 这样子的一个资料表的呈现 我建议应该做点视觉化 什么叫视觉化呢 选到这些数值 直接把这里面的一个格式化做好 格式化 例如说这边有一个叫做资料的横条 它就可以直接把这个数值大小用一个直条图来去呈现 应该讲用横条图来去呈现 这就是所谓的一个视觉化 你觉不觉得至少这样子呈现会比较好 所以复制 复制这里面的内容哦 然后接下来贴到我们的PowerPoint 例如说 我贴到现在这一份简报档 我贴到这一份简报档 然后接下来新增一张投影片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稍微注意 不可以贴在这边哦 要贴在外面 而且是用什么方式贴 贴上里面的选择性贴上 贴上连结 确定 这个时候我们把这样子一个资料范围啊 稍微放大一点来去看 这个内容删掉了 你看哦 在这个地方我们是不是把这个表格整理一下 就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说 哦 笔记型是最高的 高达九千 九亿 一千 一百万 高达九亿这个数值 这样子会不会比原本那个资料表来得好 所以如果你要呈现资料表的时候 我建议你至少要加资料的一个视觉 像例如说这个横条图 这样子的话方便别人去看 这样每一个人他大概都看得懂什么事情 看得懂这个笔记型电脑呢 是销售最高的 好 所以我会希望说你们至少要知道这件事 是能不能接受任何在这件事 您 Ward 6 您拥了 您拥了 您拥了